下面要说这个事儿啊,有点匪夷所思 一个在长州开黑车的司机 把一个在上海当车模的女孩骗得团团转 不但是自愿给钱,还主动献身 这骗子的把戏是怎么耍的呢 今年6月份的时候,在长州开黑车的司机刘某在QQ上 与一名在上海做车模的小张相识 之后,刘某在网上与小张主动聊天 并假称自己也是一个模特 在聊天时,刘某时不时的炫炫富 一会儿晒豪车,一会儿晒豪宅 说他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 全靠一位大人物的帮忙 并愿意为小张引荐认识那名大人物 并称,如果能把大人物服饰好 便能飞黄腾达 小张迫不及待的加了大人物的QQ 大人物承诺,能捧小张出名 前提是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好像从小洗脑一样多说几次 关于就是明星很快成名的这些之类的 一页包护之类的吧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大人物还向小张提供了一个Q号 称是小张的同行 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询问他 之后,这个所谓的同行也证实了大人物的说法 称自己就是搭上了他的这条线 如今已经买了新房和汽车 至此,小张认为这位大人物是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贵人 并告诉大人物有任何的需要 只要打个电话给他就可以了 小张当然不知道这所谓的网友 大人物同行都是同一个人扮演的 他是一个人分别扮演这个三种不同的角色 通过QQ和受害的女性进行聊天 第一个角色是所谓的可以帮女性介绍认识高官的前客 第二个角色就是所谓的高官 第三个角色就是所谓的这个已经从高官到实际收益 获得别墅豪车并获得一份好的工作的实际受益的女性 来这个博取受害人的信任 从而实施他这个诈骗的行为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 只要所谓的大人物一个电话 小张便赶到长州严惩得地的宾馆和大人物开房 发生关系的同时 还时常按照所谓的闺蜜的暗示 给大人物包一些红包 少则几千多则上乱 在赔了大人物九次被骗了十一万元之后 小张才发觉自己上当了 于是报案 目前刘莫已经被长州警方刑事拘留 江苏陈氏频道为你报道